下面咱继续啊 接下来咱们给大家说一下实现服务器里边 咱们课件里边给大家安排的 还有最后一种叫做EPO 首先说 EPO是当今Linux服务器里边采用的方式 而没有采用多进程多显成多协程 也没有采用你的FaceSign 反而采用是EPO 说的更直白一点 你这geevent它的底层再去实现的时候 就是用了EPO来实现的 有可能是拿着EPO的升级版本来做的 但是最终核心点还是用了EPO 简单言之 一般的服务器 我告诉你今天都是用了EPO来实现 比如说 比如说非常出名的那个NGX 把人没关系 比如说非常出名的NGX 以及APA7 这都是基本上用的是这个EPO 至于APA7用不用呢 这个我是不知道 但是NGX一定是用这个东西 NGX怎么写呢 简单说这样 NGX 这个 就叫NGX 那个呢 叫APA7 好像是怎么写 这个是A APA7 APA7你总知道武装直升机 知道吧 就是美国的眼镜石的武装直升机 那个叫APA7 但是呢 这个确实是有个服务器的英文名字 和它一模一样 然后呢 还有一个东西呢 叫NGX 这个NGX是今天基本网站才有的 那么它里边基本就是用了EPO来实现的 说的更直白一点 EPO是一种方案 这种方案来怎么做呢 不要再开多进程 多线程 多协程了 而是用单进程 单线程来实现高定发 它也实现高定发了 一万个客户端链接 搞定 一点是没有 很轻松 就是用EPO来做的 那么接下来 咱又给大家说一下 EPO该怎么做 简单言之 这个地方 同学们最听 咱们在真正开发的过程当中 不会让你重新写一个EPO服务器的 也不会让你写个多进程的服务器 但是咱们了解了解这个原理 将来咱们再去看到 INDIX的时候 你就知道它大体上是怎么实现了 这么说能理解了吧 这个当做了解 所以说你要到来 明白你的这个目标 咱们接下来了解了几个 这个EPO它怎么用起来 想要用EPO是吗 首先呢 我要给大家说一下 咱们用EPO的一个原因 EPO也是单进程 单线程 它为什么效率相当高 咱们自己写的那个 非读色不高吗 其实咱们写的这个 单进程 单线程 非读色的理论上讲 也行 也错事 但是和EPO比 那根本就不是两码事 一个天上 一个地上 怎么来去区分这个事情呢 看这个图 看这个图 我在这边呢 模拟了很多浏览器 我在这个地方呢 模拟了一个电脑 这个电脑上呢 一定有耗载系统 蓝颜色的表色 耗载系统 耗载系统 说了向下控制硬件 向下控制硬件 向上对一个软件的支持运行 没问题吧 那么在一个耗载系统里边 我可能会出现很多的程序在运行 就例如 有一个是STP服务器 有一个是网络进程 有一个是其他网络进程 简单也是有很多个进程 这个 是将来满足这几个浏览器的请求的 那么接下来有个什么特点呢 咱们先说一下 原来咱们说的那个 非堵塞的方式 请问 非堵塞的那个方式 是不是咱们在应用程序里边建了个列表 是吧 还记得吗 咱们是不是建了个列表 这边来讲 这个列表 它在你的程序里边放了 如果把这个 如果把这个红颜色的这个东西 想象成咱们刚刚写的这个程序的话 这个列表就属于程序的一部分 能听懂我意思了吗 它属于程序里一部分 这是列表 好了 第一个客户端 链接到了 我把这两个拿走 第一个客户端的链接到了 我接下来 得到一个新的套户端 我的目标 是不是把这个套户端 用黄的表属套户端 请问 是不是就把它放到这个列表里边去了吧 那么过了一会儿 又来了个客户端 我再添加一个 也没错 过了一会儿又来了一个 我又把这个东西放到里边去 是不是也没错了吗 好了 一共三个新的套户端 加上一个原有的 一共有几个呢 加上一个原有的 一共有几个 四个 一个客户端 一个加上原来的这个 坚定套户端的一共有四个 这四个套户端的 我怎么知道有数据 我怎么知道谁有数据可以收 我怎么做的 复合循环 复合循环 先判了这个 可不可以收 不可以收就有一场 不判了下一个 不可以收 注意力了 这个是坚定套户端的 我换个颜色 把它换成 换成 换成 换成这个 这个白的是坚定套户端的 三个黄的是新套户端的 我判断判断你 可不可以收 请问我是不是变了那个列表 不可以 我判断你可不可以收 不可以 我判断你可不可以收 请问 我是不是挨着在判断 同学们有个特点 咱们的应用程序 自己产生的内存空间 它和整个操作系统的 内存空间 是分开的 也就是说 同学们 是否有 大家有个经验 什么经验 就是 我从网上当了一个程序 在Windows里边 我从Windows里当了程序 我双击也自己 砰 一个东西 见过吗 我一双击 砰你死了 一双击砰你死了 他那个黑框 他告诉我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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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写 见过类似的东西吗 什么零 一坨的东西 反正告诉我不可写 什么意思呢 整个操作系统里边 不管你是Windows 还是Linux 还是Unix 还是什么操作系统 它分为两种大空间 一种是操作系统用的空间 一种是应用程序用的空间 那么说的专业点的话 就是称之为内核态和用户态 你简单了解 了解行了 这Linux的操作系统底下的东西 你别管 你知道是什么呢 操作系统里边 咱们原来说过Linux 它实际上 李纳森那个人写的 是不是只有写了一个kernel 我原来说过吧 是不是对核心的代码 是李纳森这个人写的了 那么Ubuntu是拿的kernel 有加力的东西 是不是叫做Ubuntu 这个操作系统 没问题吗 像Red Hat红帽的都是呀 那么kernel 也就是说是整个操作系统 对核心的一部分 原来之一吧 操作系统 有它自己独有的内地空间 说什么 它也不能让普通的程序 去过去污染 如果一污染 那就干了解什么事 那就产生了病毒 那就产生了7号 我从网上当一个病毒程序来 我通过特殊手段 我获取了操作系统里边 某一个数据 是不是就可以监听你的键盘了 你挑任何东西 你的键盘的数据都可以监听 这其实就是病毒的一些东西 在里边 简单言之一句话 正常情况下 操作系统有空间 就是对核心的那个代码 它的运行都有空间 就是有内团 应用程序在运行的时候 是不是也得有内团 两波 操作系统核心的用的内团 和应用程序用的内团 就是操作系统对核心的 和应用程序对应用的内团 听懂了吗 反正都是在你那个八级内团里边 但是分拨 这边是谁用 这边是谁用 反正不能错 错了就死了 那就导致这些什么情况了 当我刚刚在去便利 这个应用程序里边 这个套接字的时候 我实际上 是把这个套接字对象 对应的FD 还知道什么是FD吗 套接字 咱们的Socket的返回值 是不是一个对象 实际上最终 是不是对应于一个操作系统 的一个数字了吧 那么 如果你是应用程序里边利 那么实际上最终 是把你这个套接字 对应的FD 复制一份 告诉你的Colonel 复制了一份 复制了一份 告诉了你的最核心的代码 你告诉套接系统 套接系统 你能不能帮我检测检测 这个套接字 对应的客户专 有没有数据到来呢 套接系统说 行啊 我帮你检测检测 但是呢 我又说了哈 我现在有这么多进程 我都得 是不是雨露均专呀 说过这个事了吧 有这么多进程 我都得为了保证均衡运行 我说不定 我一会儿才运行你 你行不行了 那么 你不行也得行 因为我去调度你的 所以说呢 我运行运行这个 我运行运行这个 当我过来去运行它的时候 我接下来一看 他不是刚刚想让我做这个事吗 我接下来就拿着这个套接字 我去检测检测 有没有数据到来 如果数据到来了呢 我就告诉你 我把这个东西顺便就给你了 我说了 你这个对应的数据来了 你可以收了 如果你要是没有数据 我接下来就以异常的方式告诉你 这么说理解了吧 他检测完了这个之后 他就把这个复制过去 复制完了之后 操作系统根据调度 什么时候想调的 他操作系统收了他 一调的之后 这个哥们可以收或者可以发 是不是在通知你 然后你再把你的哥们复制过来 我再通知你 发现有个什么规律了吗 如果这个列表越长 那么请问 我便利一遍这个列表需要的时间 是不是就越长 没错吧 这就是效率最平静的地方 你咱们用的这个 单进城单线城非走色 咱们的平静是有的 有在哪呢 有就在于你的列表越大 你的效率越低 因为你是复制过去呀 你不管数据再小 你是不是有个拷贝的过程 拷贝是比较费劲的呀 所以说懂吗 效率平静就在这 所以说咱们写的单线城 单进城非走色的方式 其实效率不太高 很低 怎么样就高了呢 请问核心点卡到了哪 核心点卡到了列表越长 这个空间就越大 我接下来变了一遍 就说得更直白一点 我复制过来再拿走 我复制过来再拿走的次数 是不是就会变大了吧 效率在这 平静在这 怎么办呢 所以说 Apple就诞生了 Apple的一个特点 我有一个特殊的内容空间 这个内容空间特殊的什么程度呢 应用程序和操作系统的核心的坑呢 共用 听懂吗 共用 你接下来的这个套件子 你放到这里面去 有一个新的客户端链接的时候呢 你还是该怎么样怎么样 往里面添加 再有一个再往里面添加 再有一个再往里面添加 但是大家切记一点 此时的这个内容空间不属于应用程序 也不属于操作系统的内核 而是他们俩共有 听懂了吧 这就都共享了 那共享最后的结论是什么了呢 他说操作系统 你能不能帮我检测检测 操作系统说 行没问题 我们检测 然后我就拿了第一个 请问 他们俩是共享的话 还需要靠边的吗 就不需要了 我就检测第一个 有没有 第二个有没有 第三个有没有 请问效率是要比刚刚那个快了吧 你说是个道理了吧 所以说 这是一般的第一个体现 这是第一个体现 请问他们 是不是减少了复制的过程 第一个 第二个 如果我的列表越长 那么如果你要是从第一个便利到最后一个 不是效果的时间是不是也很长吧 为了再一步提升效率 他直接不便利了 怎么着呢 他比较狠 以事件通知的方式去通知他 什么叫事件通知方式 他们 打个比方 如果我假如说 我是一个厨师 我问咱们大家饿不饿呀 是吧 也快到十二点了 我问饿不饿 我来从第一个同学 我说 第一个同学饿了吧 他说不饿 好了 第二个同学饿了吧 他说不饿东哥 第三个饿了吧 饿了我 我就挨着问 请问咱们讲你六十个人 我说问一遍你六十个 效率很慢 怎么着呢 第二种方式 东哥懒了问了 为什么问 我说了啊 我特别友好 谁饿了 谁居住 可以吗 我觉得这玩 我还为什么问啊 我说玩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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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打打打游戏 是吧 正答啦 东哥我饿了 我给你做饭 东哥我也饿了 我给你做饭 可以吧 请问效率是不是要比 六十个便利比较快 听到我意思了吗 那么咱们在开发的过程当中 把从第一个便利的最后一个 这种方式叫做轮毱 这叫轮毱 不是那个 这个轮毱 我的简图在哪呢 把它取消掉 否则我在那个地方解不了图 好了回头来 我刚刚说过一次 轮循 如果我接下来想检测这些套件子里边 哪一个可以送 哪一个可以发 我是add way的 这种方式就是什么 轮循 轮回的 是吧 一轮轮了 就问他 再叫轮循 轮循的效率相当低 那么高的效率是什么的呢 事件通知 什么叫事件通知 你不是往这里边 往这个列表里边加吗 没问题 你就往这个列表里边加 没问题你加吧 将来我去检测的时候 我是这样的 哪一个套件子对应的数据到来了 我就直接过去设置 他可以收了 而不是每一次过去问他 你听到我说什么意思了吧 就好比我刚刚说的过程 我就问你饿了吗 只一圈效率相当慢 60万个人 我问一圈的天都黑了 怎么办了呢 我就说了谁饿了谁举手 可以吧 不就完了吗 那么接下来 他套的系统一直在运行 当对方的数据来的时候 谁可以收了 我会主动的告诉你谁可以收 怎么说理解了吧 我一告诉你之后 那么将来你的应用程序 直接根据这个 接下来把数据收下来 是不是效率就相当快了吧 这就是所谓的事件通知 好了 什么东西叫做一圈 简单来说 它有一个特殊的内团 这个内团是应用程序和科闹共享的 第二个 在这个内团里边 所有添加的 要监听的 要判断是否数据到来的套件 对应的文件描述符 我在去检测的时候 不是轮群 而是事件通知 我什么时候收到数据了 我接下来看看这数据是谁的 我再告诉你 我没收到 我一点不理你 能列为什了吗 把更多的时间花在 去直接去修改这个东西的份上 而不是去便利这个东西的过程上 所以说通过在两个方面 最终保证了Epo的效率相当高 听清楚这个过程了吗 有这么两个点 第一个我说了 共享内团 第二个 他以事件通知的方式 去通知你这个可以收了 你去收下 他再去通知你也可以收了 你去收下 而不是去轮群 这就是Epo的核心 好了 两个人同学们 开始理解一下 我说了什么是Epo 不用Epo的话 咱们那个非主菜又是怎么做的 效率差在哪 平静在哪 想一想 开始 好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